星期五 朝野要決戰 國會改革決議案 山羽欲來 請唱票 暫停 暫停 沒問題 監察員請說 我們現在修正每一個字都唸出來 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好 請繼續 那沒關係 你那個十二張 讓我講好不好 現在寄到第十二票 絕對不要再往下寄 你把前面的票點一點 是不是十二張票 好 點完之後 從頭到尾每一個字都唸一下 解決大家心中的疑慮 法國院會現在已經整理票幣 我們現在先進行立法院執權行司法部分之唱票 請唱票 丁學忠 贊成 丁學忠 贊成 牛許婷 贊成 牛許婷 贊成 王世堅 反對 王世堅 反對 王振旭 反對 王振旭 反對 王玉敏 贊成 王玉敏 贊成 王定宇 反對 王定宇 反對 王美慧 反對 王美慧 反對 王美慧 反對 王鴻為 贊成 王鴻為 贊成 王鴻為 贊成 武立華 反對 武立華 反對 張啟成 贊成 張啟成 贊成 何興淳 反對 何興淳 反對 暫停 暫停 沒問題 監察員請說 武立華 反對 武立華 原站 武立華但 武立華 變成 尼泰 我們在念的時候完整念一下就好 從頭到尾完整念 不要站著反面 你就把整個念一次 多一點事 我們現在修正每一個字都念出來 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好 請繼續 吳佩義 反對維持本院原決議及贊成複議案 那這樣好不好 這個選票不會在變動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它 現在還沒有動嘛 還沒有任何動作對不對 那計票寄了沒有 現在計票寄到這裡 現在已經計票寄過了 所以在這個點上要把它切下來 我們現在計到第幾票 計幾票 十二票了 我們從十三票開始 為了解決有些委員心中的疑慮 我們每一個文字都念 這樣就絕對不會有出問題 現在這個票已經在這上面 沒有問題 王委員 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每一個字都念 好不好 好 請繼續 不是 我怕會 不是 我怕會 會 那沒關係 你那個十二張 讓我講好不好 現在寄到第十二票 絕對不要再往下寄 你把前面的票點一點 是不是十二張票 好 點完之後 從頭到尾每一個字都念一下 解決大家心中的疑慮 你一定要先清點 是不是十二張 一定要 麻煩監察委員 陳委員 你清點一下 十二張沒錯 好 十二張沒錯 我們現在前面的十二張 我們每一張票 每一個字都把它唸出來 好 我們現在請 繼續 開始 好 就重新唸 好 一號 丁學忠 贊成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反對副議案 丁學忠 贊成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反對副議案 劉許婷 贊成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反對副議案 劉許婷 贊成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反對副議案 王世堅 反對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贊成副議案 王世堅 反對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贊成副議案 王政旭 反對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贊成副議案 王正旭 反對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贊成副議案 王玉敏 贊成維持本院原決議 及反对复议案 王玉敏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 及反对复议案 王定宇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 及赞成复议案 王定宇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 及赞成复议案 王美慧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 及赞成复议案 王美慧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 及赞成复议案 王宏伟 贊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 王衡维 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 吴丽华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 吴丽华 уб丽华 赞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 江啟臣 贊成维持本院原决议及反对复议案 何欣纯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 何欣纯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 吴佩义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 吴佩义 反对维持本院原决议及赞成复议案 好 报告院会12张票 我们重复再一次的每一个字都念出来 从现在开始第13张票 我们开始继续 第13张票 我们开始继续登记 请大家 仔细看也请三位监察员 仔细来监察 好 继续 我先给大家来看最新的民调 这是被认为侵律的中华亚太民调 超过六成的受访民众挺国会改革复议 这个我直接翻成大马的话 就是他们反对国会改革法案 哇 超过六成反对 这个完全不同于过去任何一个版本的民调 总之它是做出来了 人很多 气势很旺吗 画面会说话 来 观众朋友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在昨天台北厂 桃园厂的 吹出来的宣讲画面 结果你看到台北不说台北下大雨 当然出来稀稀落落的这个画面 人不多我可以理解 桃园改办室内 室内你定眼一瞧 哇 怎么年轻青鸟不见了 都是资深的老青鸟 民进党不是要利用这一次 吹出年轻人把他们洗回民进党吗 到底声势是叫真的 叫假的 但是接下来一件事让我们有一点担心是什么呢 星期五六月二十一号 里面在表决 万别青鸟 你可以想象又把立法院前后包得满满的 一阶之隔 另外一头会是国民党催出来的蓝鹰 或者是蓝鸟部队 会不会短兵相接 谁烙人 谁要负责把人看好 不可以在那里出乱子 最后我们就看到了 民进党这连续好几场的宣讲都不演了 直接把人吹出来 直接告诉你 最后我就是要决战罢免的战场 好 原汁你来看到 不管哪一份的调查 这个业原汁在第二 这个业原汁在榜首 也就是说在要被罢免掉 被狙击枪瞄准 你是最热门的那个准心瞄准的人 还剩八个月的时间 你怎么要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 让他们罢不掉你 好 我先解释一下那个民调 那个民调 那个民调其实它是指说 以罢免作为关键字 那你的声量占多少 如果以罢免关键字的话 我的声量是占蛮大的 罢免这两个字在我个人的声量里面 占到53.3% 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人会把我跟罢免两个连结在一起 那其实我分析是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有些媒体就故意很喜欢想到我 譬如说有一些标题 他讲的不是我 他说不是叶元之 惊叹号 这个人危险的 那我想说关我什么事 那就讲他就好了 就是要趁你啊 就是要抢我的名字 这个很多你知道吗 所以我跟罢免的连结就非常多 另外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 在我们那一区 就是有新潮流的人想要来抢这个位置 就是说想在背后推马 把我罢免掉 然后他来抢这个位置 然后呢让他可以顺利当上立委 那我是觉得啦 那个俊阳哥 我这几天 我们平常都有在基层跑啦 我不是因为罢免才在基层跑 我现在被黑得很严重你知道吗 现在只要我在脸书上po我在基层跑的照片 就会被解读说 你看叶元之紧张了啦 他开始跑基层 没有反正就有在跑 那我要讲的是 我在基层跑的时候 其实蛮多人是帮我加油 他们是说 我们没有出声 不代表我们不支持你 他也许是担心 现在民进党的声音比较大 他们不想去对抗 他们变成那种沉默的多数 所以如果是我 我的策略 我绝对是正面迎战 我绝对会 就是说到时候他们一定会推动罢免嘛 因为有人想要这个位置嘛 那我就正面对决 到时候我会号召我们的支持者 一定要勇于出来投不同一票 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个人之战 这个是一个民主体制之战啦 就是说一个政党民进党 他可以输了选举 选输了之后 拐败轿 想要再争取一个再选的机会 保安可以让人家选了又选 也选了又选吗 不然以后干脆选办法改一下啦 只要民进党没选上 自动再选一次好了啦 大家也不用那么累嘛 那我想问说 难道我们板桥乡亲 或者是全国的民众 能够忍受一个政党 为了夺权 抢位立委的位置 而发动这种不正义的罢免之战 然后搞到整个社会一直对立吗 请教一下赖清德总统 你作为一个总统 你希望看到台湾是不断的这样乱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跟请总统喊话 拿出高度 你现在已经是总统 你不是民进党的主席 洪文你来告诉我们 这个星期 这个局势 你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韩国瑜 他今天过生日 很多人都送花 祝他生日快乐 其实韩国瑜很辛苦 我想他是最辛苦的立法院院长 你大家想想看 每一次的在朝野协商 大家都可以从直播画面看出来 就是他都要接受像柯建民 吴思瑶 不停的磨音传脑 不然的话就是他们的无理取闹 所以我说韩国瑜真的可以去申请 职灾的补偿了 真的是职业灾害 那么在立法院 这个礼拜 确实是一个重头戏 也就是复议案 会在星期五21号登场 你看中华亚太精英协会 因为过去他在做很多的选举民调的时候 因为如果按照他的选举民调准的话 其实现在的台北市长 应该是变成陈时中 那现在的新竹市长也不会是高宏安 但是他做出这个民调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多的绿营媒体 不愿意告诉你的 他事实上有49.5%的人 支持国会应该改革 所以就说也许今天有部分的民众 我们也尊重 他支持要做复议案 老实讲 我们现在很多民调 再去问说你知不支持复议 其实我都很质疑 我在做民意代表之前 什么叫做复议 我根本不清楚 你不要直接问我复议 复议是什么 复议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还要告诉你 我支持或不支持 我有点支持 我很不支持 这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好 所以现在就是以 国会改革 复议之名 行最后罢免之事 算术很简单 民进党抢一席 我就是最大党 我抢六席 我就国会过半 国民党吃素的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 他们执意要用仇恨动员 这件事情来挑起 整个情绪的对立 其实事实上 你认为他们是想要 请这些 包含年轻人 不管或支持者 上来帮他们做一些什么目的 让他们在立法院里面 可以翻盘吗 并不是耶 立法院其实一翻两瞪眼嘛 就是举手 就是席次嘛 他们事实上要做的 的确就是后面的情绪的 仇恨动员 就是罢免嘛 但是我们先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会说 轻秒早已散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包含都是一些 他们既有的支持者啊 不管是不是 他们既有的基本盘 甚至很多都已经是 年长的长辈了 为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啦 因为其实大家在 听了很多很多的论述之后呢 而且包含这些 舆论战打到最后 事实上民进党的这些舆论 他已经疲乏了 所以现在其实基本上 会上街头的都已经是 民进党既有的支持者 我开玩笑说啦 其实基本上 礼拜六看到的那一场呢 大家淋着雨 我想这一些人 可能有九成的人 都有打过高端 为什么我要去这样形容 因为大家会说 打过高端的 基本上就是民进党 完完全全死终的支持者 我形容那一场 其实基本上也是一样 接下来民进党 再号召群众上街头 基本上也是一样 而且事实上 网路其实也早就已经 质疑啦 只要每一次民进党 有任何需求的 这个叫做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每一次都有他们的份哦 真的是每一次 所以你说这样的民调 算数吗 尤其像刚刚洪威姐 有提到的嘛 你说复议 真的没有人搞清楚 甚至还有人觉得说 复议是我同意的意思哦 因为根本不知道 复议复议哪个复 哪个意嘛 这还蛮有趣的 所以可能接到复议 我同意国会改革啊 就这样出去了 所以你说这个民调 其实我觉得 完全完全没有参考的 一个标准啦 之后我觉得说 如果民进党要推 这种罢免案的话 那我觉得罢免 它是一个民众的权利 没有错 它是中立的 但是如果民进党要利用 这种仇恨的 这种罢免来去进行 正式操作的话 那说实在的 民进党难道没有人 可以比较容易被罢免吗 你说吴思尧 他的票数没有过 没有过半数耶 他是不是容易被罢免 而且事实上 他现在是党团的 这个干事长嘛 好像他们的书记长 他之前一些 反国会改革的发言啊 等等也都是在累积这个仇恨值啊 而且还有他跟柯建民讲的 这个土味情话 什么叫做台湾最美丽的脸庞 说真的 大家都是鸡皮疙瘩掉满地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哦 真的不要太扣瘦 不要以为风向还在你们这边 大家都是理智 大家都是有死口的 决战国会改革复议案 621朝野表决大战之前 今天晚上 绿营开奖的第一站 选在最好撩拨仇恨的地方 傅坤其本命区花莲 明天赖总统的本命区 台南更要上演蓝绿短冰箱街啊 我们就来看一个人 庄瑞雄 昨天他爆出口开呛韩国瑜 现在被揭穿说 为什么 目的是弄臭韩国瑜 催出更多青鸟 终极战场根本就在罢免 抢下最后关键一席 那民进党就是国会最大党了 国会最大党到底有什么用 国会最大党又不能吃又不能用 又没有过半数有什么用 你国会最大党是52席 53席你还是没有过半数 投票还是不会赢 那你最后还是要跟民众党合作 所以花这么大吃奶的力气 说要罢免一席立委 让你从老二变成老大 那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你没有办法改变国会生态的结构 你要复议还是复议不赢 你要通过法案还是没办法通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略目标的设定 本身很奇怪 这个待会再说 那重点是现在最重要是眼前 6月21号的这个复议案 那不是说要有6个这个 这个起义来归的义士 才有可能翻盘吗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要翻盘是需要6个 不是一个 罢一个是没有用的 那在这个复议案 当然大家都知道不会过 可是呢 其实在这个行政院的立场 他当然还是不能说 我就是不会过 我明知不会过 我还是要送 这好像蛮奇怪的嘛 所以呢今天即便是执政党的立委 在这个立法院里头 问卓榮泰说你知道复议案不会过 所以你要不要下乡去讲一讲 要不要用行政团队的力量 就像我们当年的苏贞昌 冲冲冲一样 冲到第一线去 就跟当年的四大公投一样 当时的副总统赖清德 也冲到前面去 所以要像赖清德 要像苏贞昌这样子去捍卫 你行政院想要在立法院 这个复议的这个决心跟行动 没想到这个卓榮泰 这个老神在在说 我们会照该走的规则走 所以显然没打算要在这第一波 冲到第一线 这当然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这么积极的说 我一定要复议 我复议就复议 复议失败我要示线 就感觉好像很有决心的样子 对啊 复议不是要赢 要赢你就要去跟人民沟通 总统也要你们去跟人民沟通 你没想要赢吗 卓榮泰不冲 为什么赖清德不冲 萧美琴不冲 打假球吗 对 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其实很多人是看不太懂 民进党这一波的操作 那你这个操作 这个复议 反正我行礼如意六月二十一 我如果没有出大招 没有出大绝招 所以大绝招就是我 赞助你立法院 让你无法开会 我就给他占领十五天 占领十五天就过了 对 所以他显然没有打算 要出这个大绝招 那现在就是口头告诉大家说 我要复议就复议 我要示线就示线 但是在这中间 我最大的重点是 我要下乡去动员 那这只是一个选举的操兵 暖身 那你的暖身是针对罢免案 还是针对二零二六 甚至赖清德看得比较长远 都看到他的二零二八 所以不管看到多远 都跟国会改革复议案 没有关系啊 他就是一个工具 就是一个动员 撩拨情绪的这个工具 那特别是这个吴思瑶说 这个叫做轻鸟行动 那我一直对这件事 我一直很疑惑 就是说民进党中央的 这个所有的下乡的宣讲 到底能不能够叫做轻鸟在飞 因为当时大家记得这个轻鸟行动 包围国会的时候 柯建民出来讲说 这些人都跟我没关系 我怎么有能力交动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轻鸟归轻鸟 民进党归民进党 可是现在你们用捕鸟网 把人家捕起来了 就说这些轻鸟 是我的 好不好 现在我都是轻鸟行动 那所以轻鸟 到底是轻鸟 还是民进党的鸟 现在已经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那这些轻鸟 会不会也不开心 我不是支持民进党 我才来国会的 我是以为国会有一个黑箱 有一个反民主的事情 正在发生 正在危害台湾的前途 我才来的 我不是来挺你民进党 那你现在把我的这个轻鸟 都摆进你民进党的捕鸟网里面 说我们都是轻鸟 要帮民进党下乡去 这个动员 这个操作民众的对立的情绪 很多轻鸟可能是不同意的 所以你这么一讲的话 应该是吴思尧 是不是直接直话就白说了 大白话直接说给你听 为什么 所以现在所有的铺牌 明知富裕不会赢 硬要走过场 是为了吹出更多的轻鸟吗 来看看 昨天这个冲突的县长 庄瑞雄 事过境迁第几天 直接被吐槽说 早点回一回都用恩 目的也是你刚讲的 要吹出更多轻鸟吗 我觉得这种叫做仇恨值的提升 以为这样可以动员 我觉得这一招其实 我觉得台湾社会经过了这么多场的选举 这么多冲突对立 那么高的政治活动 那你单纯针对韩国瑜 以为韩国瑜还有当年在高雄市场被罢免的时候的那种仇恨值 我觉得真的是想太多了 不过你只能觉得说民进党现在就是要用到最后一兵一卒 不管这个事情能不能够吹出仇恨韩国瑜的情绪 反正我就是死马当活马役 我就是要试我每一个要我都要下 每一招我都要试我就是希望在我的动员的时候能够动出最后一个人 只要多一个都好 所以你故意找韩国瑜的麻烦 那其实昨天张瑞雄那个样子大家会知道 就感觉这是很像是来找麻烦的吗 好 靖平 刚刚所有的描绘的过程从昨天到今天 是不是都是一种铺牌一定得走的过场 目的呢包含了昨天瞪一瞪一瞪 包括今天晚上在花莲的宣讲 明天在台南都为了吹出青鸟 最后决战罢免的战场呢 那是要拉开序曲 这个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在协商会议 昨天为什么要直接在会议里面 他不见得一定要杠上这个韩国瑜 只是让韩国瑜当这个会议主席的时候 会非常的这个不满 因为民进党党团在协商的时候 过去发难都是坐在对面的黄国昌 对不对 都是那种国充老师 然后用这种很接近这个 马锦涛戏剧式的这个张力 然后来振折住他们 那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怀疑说 昨天庄瑞雄委员这样的一方 一般激情演出似乎有备而来 我就用这样一个上引号跟下引号 特别去框柱很保守的说有备而来 让你生气让你失态 对 然后再加上昨天的主攻守是庄瑞雄委员 老柯柯建民反而在旁边 他就事实的就是等于补上了火炮 我觉得很意外的是 国中老师 这个黄国昌反而变成淡定许多 没有在当下跟这个庄瑞雄整个吵起来 然后整个或者是大水垢成成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黄国昌的仇恨值跟轻鸟运动的仇恨值 对黄国昌马上突然骤然升高 他不想要总计他达到了 所以黄国昌看惯这个场面 原来你也学我 我也会 我说心里的OS这样设计 那第二个 从这个拉开去的时候 让国民党跟民主党知道说 民进党的这个下乡轻鸟行动开始 从这个揭开序幕 不是说开玩笑 不是说说而已 这个要烧钱 这个要动员 这个要找人 那国民党跟民主党苦于 就是说因为这几年的政治情势发展 台湾的这个地方政党政治 你要足够支撑你这个各县市的立委 区域立委 或是各县市党不去办这个活动 你必须要有一个足够的这个金钱动员 然后去这样一个办活动 像有点像是以前的立委 这个炒弥分场 大型的造势的宣传的 有点像选战接近才会有这种状况 现在你选战还有一两年 那你就开始这样子去操兵 当然基层会兵贫马昆 但对民进党来说 但无所谓 我把战线拉长 累积到明年二月之后 我就开始推动罢名 累积罢名的正当性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步骤一步骤了 国民党跟民众党要看清楚 他是来真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下去之后 只会让他的支持者 跟凝聚他基层的群众看到 你看我们就是这样 对你们就是太阿霸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标题 跟剧本张回小说似的 这样一直写下来 张回小说 建议你们的众生拉得很长 谢谢秀琳跟靖平的指教 首先我第一个讲就是说 我们现在复议案的部分 其实是行政院的一个宪政机关 那因为宪政的这个部分 基于宪法的这个秩序 所以我们提出复议 这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复议案 而且的理由 当然我们七大理由已经诉求了 民众信不信 相不相信 每个人角度看得不一样 再者 现在为什么所谓要下乡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选民是老家 我们要复议案 我们要告诉人家我们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这个东西跟原本的青鸟所谓的罢免等等 或者是操作下一届选举2026 其实都言之过早了 第二个昨天庄瑞雄的事情 我在这边要跟庆平跟秀琳说明一下 昨天我跟庄瑞雄同台 但很清楚的 庆平也是民意代表 我也是民意代表 当我们在有意见的时候 权宜问题或者是说 我们会议询问的同时 同时有多人举手的时候 会按牌序 那在两个角度 到底谁在演 刚才秀琳有讲说 这种东西 或者庆平说 这东西是谁在演的一个曲目 一个起秀 其实我应该是讲说 鸡蛋里挑钢筋 这种金句只有 我们的大院长会做得出来 那到底谁在演演中 民众的演中是血量的 所以我必须要讲 不管是2026的选举 或者明年的罢免 或者昨天庄瑞雄 这些所谓情绪上 你们认为情绪上 或者说有意刻意的去操作 我觉得这不公平 因为意识规则 就是有发言的程序 再来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 如果青鸟吹出来的树木 一只一只鸟去数 不如预期 龚川啊 你掀出了全民监控的怒火 我跟你讲 现在又歪掉了 大家都在追 龚川啊闯了两个红灯 后面有人在队吗 他说要去调那个监视器 看谁在追他 许晓星立刻秀了个不在场证明 去啊 酸度破表 我们小老百姓 我只是一个小立委 我没有国家机器 好 我就要问 现在大家关注的焦点 其实还是在全民监控这件事情 其实只有一件事要做 检察官 你就到民进党中央 你就调出了5月27号 有没有徐晓星说的那场会议 会议 PowerPoint的资料里 有没有他说的 四方提供的这个数据 查出来就翻页了 不查的话 那人民就会说 你是不是案子挑着办呢 那你啊 是啊 现在谈王艺川要先讲几个前提 就是闯红灯就是不对 要先跟王艺川这样讲 呼吁大家不要跟王艺川学习闯红灯 那昨天王艺川会出来说明 就是因为闯红灯事件 所以记者约他出来说 你要把这个事件讲清楚 结果呢 他说因为被中国制裁之后 有人来监控他 监控他就打个问号了 那问题是王艺川出来之后 当然记者不会放过他嘛 要问说5月27号 你们早上的主管会议到底是有开还是没开 那有开谈了些什么 有没有拿所谓的这个舆情资料给你看 所以你5月27号下午你上节目有所本 可是听到这问题的时候 王艺川怎么样 当场转头走人 他不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既然都出来 那为什么你不把话讲清楚 这一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吗 闯红灯我说一下 你有车条你去查 后面什么车给你队查出来 两次发单缴掉 这件事结束了 可是唯一没办法结束的是全民监控这件事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昨天曲晓星爆料这东西 有点在引蛇出动 就是把这个王艺川给他引出来 到媒体面头镜头前面 然后看王艺川被问到尴尬问题之后转身离开 而且今天证实了一件事情 我们昨天在猜说 我一直觉得晓星的手上应该还有更猛的料要爆 他就在挤牙膏 他就在临迟说谎的人 就他今天自己证实有 他手上有更猛的料 而且涉及各资 我真的很好奇 因为晓星之前有说过嘛 他说这个有民进党的资料是给他的嘛 他之前受访者有讲过 那到底是谁给他的不知道 他说涉及到各资法 那现在他把资料给检方了 为什么赶快给检方 怕被灭证啊 所以他要检方低调的来做一些申请证据保存 你要赶快进行 因为怕民进党会有其他动作 所以你看徐晓星他其实手上是有其他资料 他只是还没有爆出来 但是资料会不会成为王艺川一刀毙命的证据 像大家都在看啊 王艺川这把火箱可能会烧到不止自己 有可能让整个民进党都会翻车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啊 现在唯有一个人可以带着大家的好奇找到答案 就是北检的承办的分案的检察官 你只要调到了所谓的搜索相关的保存证据需要的文件 你就可以直接到了北平东路的民进党中央 你就可以进去要他们提供资料 你就可以所有的疑问在那个地方都一直搞清楚啊 对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很多立委有没有收贿案 或是一些争议的时候 检调都会大动作到立法院的办公室 一间一间搜索 可是像大家好奇 现在王艺川被北检传完之后 那民进党中央会被搜索 这是大家很好奇的事 那大家也在猜啦 可能不会搜索 为什么 大家会怕 你要搜索的地方是民进党中央 我跟你讲 不会搜索事情会很麻烦 为什么 又会有人说 连检察官都是一条龙 是 所以像大家很好奇说 那你这个案子你要怎么进 你结不了 那现在问题是 现在勾勒出来的痕迹越来越多 昨天杨明哥在领书上爆料说 这个释放电讯的董事长吴彦恒 多年前在接受 专访的时候 他自己有谈到类似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可能 做些电讯上面的识别 他自己讲 他说好几年前 他跟所谓的台大资讯序的学生 来做开发电话的语音调查系统 结果呢 只要简单几个问题 你只要输入一或二 甚至用非常低的成本 完成这份民调 然后最后用号码key进去之后 就可以知道你这一户 到底是挺蓝还是挺绿 这套系统是他发展出来的 所以大家很好奇 我爸妈有去按过这个 所以大家就变成人心自为 所以大家变成说 是不是按了一或二 或是你回答一些 问卷的一些样本之后 他就知道你这一家 到底是挺蓝的有多少人 挺绿有多少人 那也因为这样的情形之后 那开发这套系统 所以2017年的时候 到了释放电讯 也变成民进党重要的一个调话咖 或者说重要的人脉在这边 可是问题是 释放电讯不会只有 这个吴彦恒一个人脉在 你说他养了很多绿油油 这个大家很好奇 因为我们去往下看 这个叫做林玉惠 林玉惠可能大家对他有点印象 因为过去可能在电视上 有看到他评论一些事情 但是他在过去的时候 他担任谁 徐国勇当政院发言人办公室主任 他还不只这个身份 他还曾经担任过所谓的行政院 在审议一百二十八件 政府标案的时候 他是评委 他这么厉害 他有什么专业 而且他大家也不知道 他什么专业 所以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当任评委 这是个问号 那显见的是 他跟民进党应该是关系不错 尤其跟徐国勇关系 他可能更是好 所以他还可以当徐国勇办公室主任 但是他最重要的身份是 他还当过四方电讯的顾问 哇 这个勾勒出来 大家很好奇说 现在立委种种爆料说 民进党跟四方电讯的人脉 哇 这个千丝万缕 那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可以这么神通广大 这个民进党可能要说清楚 建议我问你 共川他今天被问到民进党 五二七那场会议 为什么转身就走 你就回应啊 是 五二七这件事情 其实据我了解 那共川他闯红灯 如同刚才我们 我们隔壁的 旺哲来说讲 闯红灯就是不对 对啦 我跟你说这走到哪里都是天朝 你就改犯你就犯 改犯你就犯 就这么单纯 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台面上的公众人物 我不会为他所谓的什么跟踪不跟踪 这种东西没有任何证据 讲一次 我共川啊 王毅川最次 但我只是说 民众的观感 不是谁跟你 民众的观感 你真的是违规 所以我在这边也要告诉 一川哥该道歉该拔的 就致请 要求开拔单 那至于徐晓信 有没有跟见 其实他的手法 我跟他同选区干了 干了几年的议员 我平良心讲 他的手法 他的方式 真的每个人的看法不一 那到底正当性或者合理性 或者喜欢程度到哪里 我都尊重 但讲回来 晓信 手法高明一点啦 不要老是用这种手法啦 你要转移你自己 目前所有的 新闻媒体的焦点 不要用这种方式啦 至于说 检察官到底要不要去 保存证据 当然提告人是谁 徐晓信嘛 那徐晓信你提告检察官 有一个侦办的一个 自主的想法 不要再牵扯到 民进党跟检调单位 有多好多好 我只能说一件事情啦 办不办 走不走 这个案子 到底要不要发动到搜索 没那么厉重啦 他又不是什么 星光人寿的什么案子 一次一亿两亿的一个保释金 没这么的事情 这件事情 公川道歉 第二个 转回来 闯红灯违规 道歉 转回来这个部分 不要看图说故事 跟徐晓信的方式一样 这样是不好的 好 秀琳 建议说 没这么厉重啦 还要搜索 你怎么看 我要先肯定他叫王毅川要针对闖红灯这件事情道歉 至于你引发出来后面监控门这件事情到底有那个严重吗 我觉得建议看法也许会跟很多其他人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有到严重 我去参加一个活动 而且是特别是敏感的政治活动的时候 就有人知道我有去 对不对 那接下来会不会对我 就像王毅川讲的啊 我是不会变成黑名单 我变成绿色黑名单 我好奇的是说 今天记者问说 有二亲那一场你要不要讲一下 转头就走 他还好没有回答你说 侦查不公开 你去问检察官 这就很好用 对不对 正常应该说侦查不公开 检察官正在调查 你不要问我 这还比较合理一点 哪有完全不回答 我就完全不回答 会让人家觉得你心虚啊 这很奇怪嘛 很多人在讨论说 那北检该不该去搜索 民进党中央党部 那有人会觉得说 就是没这么严重啦 怎么会上升到 要去搜索一个政党的 这个党部 那当时这个高宏安的助理废案 那是几十万的事情 就不是一亿两亿 他刚刚说新光人社 那一亿两亿才需要搜索 那个几十万的事情 检察官是带队去搜了高宏安 在国会的办公室 连国会办公室 都能够因为几十万来搜的话 那我今天去民进党中央党部 要看看王毅川说他有资料 那这份资料长得什么样 我当然不知道王毅川跟检察官说 有资料 资料长得怎么样 也许王毅川就说 这个资料就是很随便 就是一个网路关键字的 这个热门关键字的调查 也没什么 对 其他是我自己的推测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去搜出来看看 是不是嘛 如果在民党中央党部 搜出来资料就是王毅川讲的一模一样的资料 那就bingo 王毅川讲对了 我这件事情就可以顺利解案 搜出来不是的话 那大家再继续来讨论 这个适不适合 有没有违反通讯监察保护法 各资法相关的法律问题 今天的重头戏 国会改革法案 战火在起 观众朋友 所有源头和新从新政院的七大理由 提出复义 一致定调 至爱难行 今天我们来告诉大家 到底哪一点站得住脚 而向来给人温和理性 协调性一流的 九龙泰院长 今天一秒变战狼 直接点名皇国昌委员 要大家来比比看 到底是谁比较有公信力 让社会来做公断吧 明知这个送回来立法院 是一场表决必输的决战 为什么还要提复义 真正的战场 原来在后面 这个复义到底后续的 政治动作会是什么 看得出来 民进党现在绝对是走 最鹰派的路线 因为包括这个温和派的代表 卓庸泰都变成了鹰派 代表民进党现在内部 没有温和派 没有鹰派 应该是赖清德主席已经拍板了 现在就是全面焦土开战 那特别是你从行政院 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他还说是找学者专家研究之后 才提的复义七大原因 这七大原因 根本不需要学者专家研究 这就是当时在 国会包围轻鸟行动当中的 相关文宣内容 轻鸟文宣飞进立法院 那个拿来看一看 大概就是这七点 差不多的内容 那包括第一点你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 就是他指责这个程序有问题 那立法权在宪法 既然民进党这么样子的捍卫宪法里头的五权分立 立法权本身就有权力决定他自己要如何议事 那他如何议事的程序 不管是你觉得他表决次数多不多 你协商次数够不够 这都是立法院的内部事务 这等于是你行政院 把一只手伸进了立法院 说立法院你们家的家规有问题 那我因为你们家的家规有问题 所以我决定复义 这个实在是非常的离谱 因为包括了像这个程序问题 连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都不见得能针对这件事情智慧 那是司法院跟立法院之间 院计分离的问题 所以你行政院居然还能 对人家的家务事指指点点 我们先倒过来带一下这张图表 这个图表就是刚刚秀林 提到行政院提复义的七大原因 我只讲几个 第一个 没有经过实质讨论违反民主原则 他讲的是黑箱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有实质讨论 以各民主的方式 每一条都有表决八次之多 我再讲一条 第四条 末世正当的法律程序 违反程序正义 专项是什么 我有一场专案报告 三场公厅会 四次朝野前商 换句话说 他把青鸟外面的说帖 飞进了立法院的围墙 当成他提复役的理由 对因为七条 每一条这个朝点 可吐朝点都太多 我刚刚讲第一条 就你讲了这么的多 第七条其实也是 大家觉得你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 而且你还侵犯了司法院的职权 因为他说疑似做虚伪陈述的官员 就可被刻以刑责 刻以刑责这是谁的权利 刻以刑责是司法院的权利 所以如果官员在国会里头 有虚伪陈述就是说谎 官员在国会里头虚伪陈述说谎 立法院可以把它移送给法院 那法院由法官检察官来定罪 没罪就没罪了 而且他还用疑似说谎 因为他不好意思讲说谎 因为官员说谎被定罪 大家觉得这个很合理啊 这英国有错吗 所以他说疑似说谎 就会被刻刑责 那意思是说我们司法院都乱判了 我们司法院看到你疑似 我就会判你刑责吗 所以他一次打了两院 就是说根本立法院 没有所谓的司法权 没办法刻以你刑责 会刻刑责的这个主体 叫做司法院的法院法官 那你现在说法官只要看到疑似 就刻刑责 那你不就是在这个批评 司法院的这个司法判决 很没素质很有瑕疵吗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另外包括了 到底有没有一般的民众 要被如何的处置 听政权跟这个调查权 你讲到这个就是 所有辽伯最恐怖的一点 似是而非就告诉你说 你一般老百姓 他就可以给你叫来问 你不配合的话 你要嘛罚钱 要嘛吃官司 这个实在是很要命 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攻防 已经到了非常不理性的状态 从最近的民调来看 有61%支持青鸟行动 或者到现场去参加青鸟行动的支持者 他根本搞不清楚 国会改革法案在讨论什么 高达61%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 你没有办法讲道理啊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道理是什么 那大家都不知道道理是什么 只能用情绪动员 所以你只能加大力道说 这个台湾要灭亡了 如果这个国会改革法案通过的话 我看到最近美国的国会 找了防疫时期的防疫指挥官 佛奇来听证会 那看到这一点我就想到 你看防疫指挥官 这防疫的事情已经几年前的事 两三年前 佛奇还点为他当时的决策 到立法院到国会来做听证 那陈时中要不要来告诉我们 你怎么采购疫苗的 现在都还没处理到这里 就已经被讲得沸沸扬扬 国会不能有听证会 那这时我又想到了 当时在那里反对佛奇的 这个所有防疫政策 听川普说要喝消毒水的那些支持者 会不会就是现在在包围 这个国会 就当年在包围国会的这些人 所以你搞不清楚道理是什么 你被情绪动员 就去反对这件事情 但是在民调上面 你看到他真的还是少数 会喝消毒水的人 绝对是少数的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一个火线人物 当然就是刚刚提到了 变成放飞大老鹰的卓荣泰院长 他今天跟黄国昌隔空周队厮杀 来看这段画面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 在行政院院会当中带头造谣 让行政院院会成为散播假讯息的中央厨房 黄国昌委员几次对我有非常不正确的讲法 他说我说谎 说我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我跟黄国昌委员 谁的公信度比较强 就让社会来攻断吧 同位的问题我问一下秀宁 谁的公信力比较强 这个民调可以做一下 就是说我觉得反正你有疑问 那我看下一次呢 大家在做这个不管叫做国政民调 或施政满意度民调的时候 就把这个题目放进去 顺便问这题 到底是卓荣泰的公信力比较高 还是黄国昌的公信力比较高 那因为题目还没做 所以我没办法回答 到底是谁的公信力高 但是呢 最近有关于国会改革法案 民意支持度的民调 你可以拿来参考参考 因为呢 黄国昌是国会改革法案的正方 我们要用正反方来看的话 他是正方嘛 那民进党政府 包括卓荣泰 柯建民 这个吴思瑶是反方嘛 那在这几次的民调 民调最近不管是青鸟之前 还是青鸟飞来之后 青鸟飞来之前 青鸟飞来之后的这个民调当中 都是大幅度的领先 支持国会改革的民意 所以全民的这个民意当中 已经告诉你了 大家是支持国会改革方案的 假设黄国昌是支持 国会改革方案的代表性人物 卓荣泰是负义 是反对国会改革代表性人物 那民调就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那你如果不信 你自己再做一次 好 邱琳我问你 所以大家现在最好奇的就是说 一个举手 眼睛都可以预测 你举手都会举输人家的 这个表决复议 民调就是51票 你一定输 可是硬要把这个案子送进来 后面是一场撩拨吗 就像你说的情绪动员吗 接下来的交土战 我们要怎么来看 我觉得你看 总统太监的态度就知道 他已经先点火了 他说呢 因为这个在野党 或者是其实在正常的民主国家 当你行政权呢要复议立法院的法案的时候 你都要有一个 这个壮烈成人的准备嘛 就是说你提出复议 可是呢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 你被推翻了 那对你来讲 应该就是一个非常重重的一级 所以呢很多会进行 所谓的总辞 辞职下台 过去的宪法是这样规定的 当行政院提出了这一个复议案 被立法院否决之后呢 行政院长必须下台 这是在1992年征修条文之前 是这么规定的 那当年修宪了 当然民进党跟国民党 有各种的交换 这个隔回同意权 跟这个换来换去 反正一条西装被改成了乱七八糟 的状况之下 现在的确是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呢 今天总裁是非常呛 他说宪法 你自己拿出来看 那个第几条 第几项 第几款 里头呢 就没有说 我复议被否决之后 我要辞职 我不用辞职 但是我提醒你 你可以倒阁啊 就是说 这基本上就是有点放话呛瞎 下站帖 就是说呢 我不用辞职 但你如果想叫我滚的话呢 那你就提不信任案 投票出来你们会赢我就滚啦 但是呢 他当然大家都会知道 当你提不信任案倒阁之后 现在在野党的票数会过嘛 那总统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宣布解散国会 因为被倒阁了 那总统就解散国会 所以现在这个民进党一直在讲 六席六席 在讲六席密码 一开始柯建民说呢 只要有六个国民党 或是民众党的立委 起义来归 六席我们复议就过了 我们就不必要有这个 毁线乱政的国会改革法案了 然后呢 现在罢免的人就说 我未来呢 只要在选区里头 罢掉六个国民党立委的话 六席我们又都赢回来 我们在立法院里头又畅行无阻了 然后呢 又告诉大家说 那如果呢 我未来在这一个 解散国会之后 重选 我只要重选之后 我赢到了六席 又多了六席之后 反正就是三个不同的途径 就是要兵得 就是说我 1月13号那个选举结果 我很不满意啦 我就是要重来啦 只是重来的方法有三种 重来的方法呢 有这个罢免 有这个重选 那这些就是民进党 现在的盘算 好敬平 刚提到了 magic number就是六席 观众朋友 到底是民进党的盘算 我大概一场是六六大算 还是六六断场呢 所以这个就很吊诡 刚刚赵秀林他的这个分析 民进党的确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今天其实就跟那个 王毅川和这个 他们温朗东同台 他们就提到说 如果他们这个民进党展开的 下乡宣传的活动 其实他们也不会演 这样的一个下乡宣传 就是反国会改革 反国会改革的结果 就是诉诸蓝白是没有正当性 然后接着就是他们要推动罢免 其实他们就是用 这个所谓的行政院提赴议案 争取时间嘛 然后接着他们下去宣传之后 他们实际包藏的 就是要用罢免 这样一个实质动作 但是我说 这个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这是两面刃 刚刚秀林是有提到 民进党跟蓝白这个阵营 就是你执政党跟在野党 各自有各自的盘算 处心几率后 各自有不同的想法 但如果成功了 被你民进党推成功了 蓝白的确就回到 过去2016年到2024年的八年 民进党一党独大 完全执政 赖清德掌权行政 一手独拿 然后国会也是跟去 这个过去八年 蔡英文的时期 一样五六时期 超过半数以上 都是民进党民进党说了算 大家又回到过去的八年 这个状况不远 但是你不要忘记 最近这一段时间 虽然青鸟运动上街了 沉默了大多数的民众 大家没有讲话 没有出来表态 好像是末世看着 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发展 民进党就讲话很大声一样 可是在王毅川 他们得意忘形之后 这样的一个青鸟监控 用膝盖想也知道了 等等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还有包括 刚刚我们所提到 这些一连串电力政策 他们这样的一个 这手术两端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会让民众想到 我还是要过去 跟过去八年一样吗 而且都讲过了 民调不见得对这个 国会改革的 他的想法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如果民进党没有成功的话 到时候剑杀到了民进党这边 变成蓝白的加起来席次 比现在更多达到了 可以罢免的这个席次的话 你赖清德提早玩完了 所以我说他们要赌这一把 蓝白跟绿有不同的盘算 但是赌很大 民进党也不见得有必赢的把握 赌很大 我赌吗 观众朋友 现在台北市医员姐 舒培在我们视讯的现场 舒培 所以现在大家就说 明之不可为而为的提出这个副意 最后是要是辽波起 青鸟遍地开花 最后要决战那关键六席号 让你们国会过半 你怎么看 大家说到底为什么要提副意的动机 是不是要来催化 所谓的这个罢免的浪潮 我认为这个东西 其实并不会是民进党可以操作的 行政院提副意 如果这个理不正 然后弃不直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去号召人民出来做相关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副意 除了我刚刚讲的 是针对于这一部法条 在整个行政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瑕疵之外 必须要去做更正 而且要跟立法院邀请 拜托立法院再重新进行讨论之外 这其实也是回应了民意 因为这一步的修法 其实会牵涉到相关的人民 因为所谓的这个一般的人民 依照这个法条的内容来讲的话 如果立法院认为有需要 所有的人民都必须要到立法院接受询问 而且在没有经过立法院同意 还要还不能请律师 那像这样子的法律 对人民来讲 其实在这几次的运动过程当中 在这几次的修法过程当中 这些法条内容 其实都是广泛让人民所知的 那所以提复意也是回应民意 希望让这个民意能够重新 让立法院能够理解 然后来重新进行修正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至于说 是不是借由复义 然后来动员人民继续罢免 我认为台湾的民主 虽然跟这个先进的国家比起来 我们都还是年轻 但几次的选举过程下来 我觉得人民没有那么好动员 好 谢谢苏培 这是苏培刚刚的一个看法 望着你怎么看 我很遗憾听到简议员会这样讲 因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他讲的东西跟过去民进党所讲的版本 几乎也都是一模一样 可是跟青鸟行动的这些说法 其实也是一模一样 那现在左翁太在做什么事情 左翁太他现在在召唤青鸟行动 再度酝酿这个情绪 叫做青鸟不能亡 因为曾经一段时间的时候 青鸟的行动被王毅川给打乱了 所以他现在重新整队 要来当所谓的青鸟带头的那只大青鸟 所以你看他现在校正黄国昌 为什么要校正黄国昌 黄国昌有流量 我干嘛无缘故校正其他呗 所以我校正黄国昌 希望能够把我号召 所谓的青鸟到我身上 变成我的保护鸟 再来他提出了所谓的七大原因 这个复议案 坦白讲大家仔细看看 这张图有没有很像测意在做的图 其实根本感觉上根本就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行政院这个时候 要提出这个复议案这个图呢 他要给其他的这些测意 有个范本所操 大家有依依 依据有所本 可以在网络上不断的流传 可是你看看 现在塑造这样的仇恨之下 他要延续战场 为什么 我们刚刚这几天 包括韩院长 包括傅宽奇对于国会 花东三法 或是对于比较争议性的法案 开始有点踩刹车了 但是民进党看到说 他不要让国民党下车 国民党应该继续在争议性法案 继续上车才对 所以我现在要把所谓的 国会改革法案继续拿出来 让你火继续延烧 不让你下车 所以这种种的盘算 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所以你看出来 韩国瑜在国会的时候 他现在最关注的是什么 打炸事法 可是现在民进党把风向带到什么 带到所谓的国会改革 你们确实不能下车 那继续带下去会变什么样子 就变成说 国民党或民众党 在这个议题上 会一直挨打的份 可是我必须要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 接下来应该要转手为攻 因为过去一阵子看得出来 民进党丢出什么议题之后 蓝白等于是比较有被动式的回应 那现在其实很多东西 都是说错误了 所以国民党应该要转手为攻 把这些东西好好论点 打回去民进党 这才对你有帮助吗 那现在来谈到罢免的问题 罢免的问题 现在锁定的是 桃园跟台中 比较五五波的选区 那这五波选区呢 其实坦白讲 民进党当然有战略目标 他现在要且战且打仗 遍免2026来做练兵的动作 所以他延伸这个仇恶 民进党现在战术很明显 他就让仇恶值一路延收到2026 不让蓝白下车 那延收到2026对民进党有什么好处 累积这个仇恶值的时候 再来污名化你蓝白阵营嘛 那污名化蓝白阵营之后 民进党就会得到他的政治红利了 各位朋友 就在行政院针对国会改革法提出复议案 朝野交土大战 已经一步一步倒数计时 今天周刊金报徐巧新 疑似收受了前见相关业者的回扣 还有他涉入了前见的声闻 甚至内线交易 徐巧新今天直接定调 这是政治追杀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出手 又针对他 我们要带您解这一局 而就在民进党坚称 国会调查权是扩权 民进党他也主张过 为什么过去八年你执政你不改呢 穷州的代表沈柏阳的回答 居然是太难写 那国会改革你都喊假的吗 你在打假球吗 那你哪来的底气 号令青鸟发动罢免大战呢 我觉得现在整个所谓的青鸟蓝鸟的大对决 当然是跟着这个行政院复议 国会改革法案的政治节奏走 这只是一个政治节奏跟攻防 那这个政治节奏跟攻防当中 现在总统赖清德也已经核定了 本来卓东他还说 总统会不会核不知道 他要看完之后才知道 今天核了对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当然说所谓的这个程序是这样 那假装不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 赖清德一定会核 因为后续的政治的安排 民党已经做了 因为上个礼拜民党就已经说 要全国去宣讲有关于复议之后的 相关国会改革法案是如何回旋乱阵 如何是这一个伤害台湾的民主等等 那这个最快的时间点应该就是下个礼拜二 下个礼拜二的周会就真的会进行复议案的表决 那现在看起来应该不会有人辩解 就是说本来赞成的就赞成本来反对就反对 并不会因为行政院的这一些的政治操作 包括了要下乡的这个青鸟的再飞的宣讲 而有所改变 那我问你会不会去抢走那个什么投票箱逃走 让他15天之内一决不了 最后自动就复议成功呢 如果民进党要采焦土政策的话 的确他只要瘫痪立法院15天 所以假设民进党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动摇果本 严重的不得了的话 那他就瘫痪立法院啊 你就瘫痪立法院15天 让这个复议案自动生效 假设道理是站在你这里的话 瘫痪立法院15天 绝对比你去全国巡演一个月要有用 那后续进入视线那更不用讲 那时间更拖得很长 要这样子折磨全国人民吗 国家这么危险了 好那我问你 就是说今天对于国会改革这件事情 不管是什么样版本的民调 都是过半支持 我就问里面一起三毒的 也有民进党的版本 民事长你也支持过国会调查权 我就举这个例子 那你八年执政 人家就问啊 你为什么八年都不做呢 这个问题当然大家都在问民进党 不过最近这个民进党的 这一个不分区立委 黑熊学院的院长 沈柏阳给了大家答案 大家问沈柏阳说 为什么民进党过去呢 也推国会改革法案 现在却不推 他知乌了很久 本来说这个是过去的事情 跟现在你不能够把它做类比 他就说黄国昌以前 说要降低罢明的门槛 他现在怎么不降低了 所以过去跟现在会改变 所以沈柏阳是在肯定黄国昌吗 肯定太阳化的时候的黄国昌 跟现在时候的黄国昌 不一样吗 这也是大家听得一头雾水 然后最终最经典的 他就说那最终为什么没有 民进党版的调查权的版本 因为太难写了 他每一次都觉得 民进党改革因为太难写八年不动 对啊那你写博士论文手 你没有觉得太难写吗 那你的教授不会觉得说 我当时教你这么多做学问研究的方法 而且都跟法律相关 他是法律专业哦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 你到了立法院成为立法委员 结果呢有一个法条 你写不出来 因为他太难写 这到底是在怎样子改变 我们所有人对于一般社会常识的看法 我真的蛮佩服他的 15号我今天11 再来4天之后就要 蓝鸟跟青鸟要正面交锋 正面对决 一场在台南 一场在花莲 不过现在看到这一场 哇我们来看到 今天整个黄国昌上了范琪匪的专访之后 整个炸锅了 就是小草跟青鸟们的对决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预言版 就是青鸟与蓝鸟对决的预言版 因为如果有看这场直播的人 大概知道范琪匪所质疑 黄国昌的议题 大概跟青鸟行动当中的诉求差不多 也跟这个卓榮泰所写的 六点复议理由差不多 那就是把这一套青鸟行动 有关于国会改革法案 违宪的部分 拿来问黄国昌 对 质疑黄国昌 那据说有一些民进党的这个侧议 或是支持者 其实是蛮公共知识分子的 看到了这个访问的前半段 就是范琪匪质疑黄国昌的时候说 你这个就是黄国昌的这个说明大会 就是他的发表会 而且听完之后会觉得黄国昌比较有道理 所以其实一开始 民进党的一些侧议 对于范琪匪的这场专访是非常不满 你让黄国昌把事情讲太多了 而且大家觉得黄国昌有道理 那当然黄国昌会觉得说 我讲了这么多 结果呢你都把我剪掉 那当然我觉得范琪匪 是不是因为在第一时间 也有很多的这个 网军去攻击他 我第一波啦 第一波是比较偏民进党的网军 去攻击他说 你怎么可以让黄国昌讲这么清楚 而且讲得很有道理 难怪这个民调的支持 每次国会改革都会 多于这个清鸟行动的反国会改革 那所以做了一些相关修剪 那第二波当黄国昌去抱怨说 我两个半小时的访问 你只剪了一小时 而且你都把刻意我讲的 特别有道理的那些剪掉了 所以他就这一个抱怨了 结果呢 昌粉又跑去这一个出征范琪匪 所以范琪匪当然会觉得 自己很冤枉啊 我前面有这个民进党出征 我后面还有这个昌粉来出征 那事实就代表说 这个议题的确有各自相信的坚持 大家是用立场来讨论这个议题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了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花真相 CAM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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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都可费